Hello 我是辣妈CEO 张维文 今次要和大家示范的 其实也挺矛盾的 天气热是应该吃些凉浸浸的食物 不过这个就是香港人 越来越喜欢吃的辣的食物 而且是四川的 那会是什么呢? 四川凉粉 四川凉粉 我看到在香港 大部分可能都是用一些已经现成的粉条 今次我和大家示范 由最基本开始做 就是连四川凉粉的粉条 我们都自己做 好了 这里准备的就是这一碗 神姐要多少呢? 我现在这一碗 我估计是大约200克左右 无论你几急说 你都不能放冰箱 因为一入了冰箱 它就确实了 木材做不到 第二 今天做了就要今天吃 吃不完的就要浪费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进冰箱 而你放在外面很容易会酸和泄水 好了 这个究竟是什么粉? 坊间有很多人说 有说绿豆粉是什么粉? 正宗的四川凉粉 就只有一种豆 碗豆粉 大的南货店 你是买到碗豆粉的 那个秘方或者秘诀在哪呢? 就是粉和水的比例 看这条线吧 大概一碗左右的粉 你记住要先打开粉 你不打开粉 先打开粉 你不打开粉 就立即下去煮 你煮不到的 那我就会用同等份量的水 打开粉 那你们在家做的时候 如果你一会看到 阿神姐做出来的效果 我喜欢削一些 你就加多一点水 如果你说不是 我喜欢它再实一点 你就减少一点水 所以今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看了制成品之后去决定 但是其实你这些粉 只要你一这样搅拌它 你不用怕它不溶 譬如你开这个 一定是用室温水 不是用冻水 不可以用热水 因为只要你一落热水 你是绿熟了粉 你用不到的 那你看到呢 我用一碗的水 开一碗 已经是开到它变成面糊 而且你看到 一粒的粒粒都不会有的 因为它是完全水用性的 那我今天在这里 就用大概加多五碗水 那我现在就要煮滚了这个水 那水滚了 现在刚才我放了它一会儿 如果你在旁边看 我想你应该看到 它那个粉和那个水 它那个粉是停在底下的 在下之前 大家记住了 一定要怎么办 将这件事 将这件事 重新再搅拌一次 完全搅拌均匀 才好下去 否则一够够的了 接着呢 就下了 一路下的时候 一路就要搅拌 接着呢 你就会看到 锅里面的粉 开始浓稠了 它会变成这个颜色 是很正常的 因为一会儿粉凍了 都会是这样的颜色 如果你会在里面 看到有些白色的粒粒 或者白色的块 即是说它搅拌均匀 所以呢 你就要搅拌均匀 你就要继续在这里煮 如果真的像我这样 我下的时候呢 我搅拌得不均匀 你们有时会看到 这些一块块的 不用怕 因为吃的时候 第一是不影响口感 是没那么英俊 第二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 你可以把它盛起 好了 煮到它滚起了 就可以了 煮一下它 它开始变成透明 你看到了 不过 看一看你们 这个浆子很热的 所以大家小心 好了 但如果你像我这样一路搅拌 它就不会弹的 转了透明了 那即是怎样 可以了 可以关火 那现在做的呢 我们就要把它转下来 这个盒子 我喜欢用金属盒的原因 它隔去那个散热块 记住我提醒大家 不要贪快放冰箱 一定要让它室温和冷 和不可以留隔夜 好了 好了 然后呢 在冷的过程里 我们就不要再搅拌它了 因为它会自然而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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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固定的 现在已经做好了 最初是白色的粉 我们下去煮 煮完了 因为好像变了透透地明 它干了之后 冷了之后 它就会变回这个颜色 这个是正常的 一会儿我再示范给大家看 如何移出来 今次的青瓜就是切丝了 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 一会儿方便大家用来拌 又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盘 现在其实这里你看到的 因为它只有一半左右 其实那个直径也不用那么大的 但是有那么大的盘 当然是帥仔一点 那你为了待会儿倒扣那下 帥仔 首先 你知道煮菜的手一定是干净的 我们就要在表面上把它拉 拉 拉 有些位置在这些是没那么漂亮的 那你拉的时候它可能会裂的 OK 那怎么样呢 不用怕的 你照样在这些位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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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它这样之后 刀 倒扣 好像大菜糕那样 这个就是我订粉粉的时候 就是订粉的时候 它是跟起来的 但是如果这些呢 我想香港应该都有得卖的了 如果不是的话 伟大的豪宝是一定有的 记住哦 可以向右刮向左刮 刮够你要的份量为止 喜欢生蒜的 就放生蒜 是不是 吃不吃得辣的 就放一点点 有个颜色都漂亮 是不是 豉油 放一半先 因为不够可以再放 醋 豉油和醋 我基本上都是一半半的 好了 那还有的就是什么呢 看见这个颜色都不得了 不是开玩笑 另外还有要下的是青瓜丝 芫荽 还有的是辣油 当然还有就是麻油 这个麻底油 我再说一次 记住要买花椒的麻香油 另外还有两个就是 一个糯米醋和一个荔枝醋 看看你喜不喜欢 我喜欢的香味层次更丰富 你可以放进去 但如果一般家庭 你不是经常像我那样煮菜 你用不到那么多醋的话 其实你用最基本的烏醋 或者震光醋 效果都不错 但我有呢 我就会每样放一点 碟的时候 这个你拌了 是这样的 如果你说有一班朋友来 你拌好一碗出来 让大家一人一煮不离吃 都是好的 如果现在拌好之后 我们最后就可以做一个点缀的上盘前 我们可以再放一点青瓜丝 然后再灑一点芫茜 如果你有一块块的 你也可以用一块块的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真的完全不能吃辣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用来拌芝麻酱 或者一瓶瓶的 在上海普卖 或者南货普有的芝麻酱 你可以加芝麻酱 又有另外一番风味 所以这个夏天 记住了 虽然我们都喜欢夏天吃冬夜 但这个呢 室温就好了 快点弄来试一下 真的很好吃的